花蓮地区最近火灾不断频传 9号的凌晨 花蓮市的进峰街66巷 又传出有大火了 等到消防局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 已经全面燃烧 甚至于有民众受困在顶楼 还好及时都救出来了 火势在一个小时之后被扑灭了 大火总共烧毁三栋房屋 还有两部轿车 消防队出估 财损大约是30万元 而至于起火原因 还有待调查 消防局9号凌晨0点48分 接获报案 指称花蓮市进峰街66巷3号 有民宅起火 消防人员立即出动前往现场 但由于是木造平房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很快地就把一连三间房屋 给烧个金光 其中住在3号的林姓女屋主 逃到3楼阳台待救 消防人员见状立即嫁踢把她给救下来 而立民住在7号的张姓阿嬷 虽然她自己顺利逃出屋外 不过仍吸入大量浓烟送往医院治疗 我发现的时候 就闻到那个很多天 很多那个味道嘛 那个烧焦的味道 想说奇怪是怎样 然后隔壁的那个嫂嫂他们就叫我 然后我就下来看 结果是外面 外面 然后我就把果泡跑到楼上 我们第一时间接获到3楼 就是3号的3楼 它为一个R系建筑物 那3楼顶有一位女性女子在带救 那我们人员到了现场的时候 因为火焰非常的大 我们人员没办法进入 我们直接驾踢 将人员顺利将3楼 从3楼那边直接做一个营救的动作 消防局中央出动了18车 警应销合计约50人 顺利在30分钟内将火势控制 一小时内将火势扑灭 那两名人员顺利军安 都将人员救出 火势到凌晨一点半才被扑灭 共造成有三栋房屋烧毁 以及一辆轿车和一台乡行车 全部被烧溶 而至于起火原因 则有待调查厘清 大华林新闻总和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